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近期出现的二和团色罢马洋货行动 来到这两天都已经是没什么新的消息 似乎就已经是去到了尾声了 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出席丽行记者会的时候 他辩称抵制H&M行动的背后并非由官方指使 而是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作出的选择 接着我们又会去看看中国体坛 至今对于Nike这个品牌 都是保持着相当克制的情绪 原来背后是牵涉到有巨大的利益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霸马洋货行动来到这两天都没有再有什么新的消息 之前那些小粉红又说要向哪一个品牌出征 又说要抵制哪个品牌 这两天没声气了 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就被彭博社的记者问到 到底中国网民对H&M等企业的抵制行为 背后是不是有中国政府来推动呢? 华春莹就说 中国是有14亿人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自己的思想 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 当然有权表达的 不过表达完之后会不会变成沉印之事就不知道了 华春莹还说 不能够一看到网上有些你不喜欢不愿意听到的言论 就认为是中国政府要求的 指使的 这是对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 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 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是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华春莹就否认官方有份策动抵制H&M等等的洋品牌 但是在网络上竟然间形成了一股风潮 就算不是官方策动煽动也好 至少来说 这个行为是不是官方所默许的呢? 如果官方是不认同这个行为的 就不能在微博上封存得那么厉害的 一早就已经删除了 屏蔽了 所以最低限度来说 对于这些什么罢马洋货行动 其实官方的立场就是不反感的 如果反感的话 这些事情就已经没得搞起了 而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陆的网民和小粉红 这么关注H&M的取态 就是因为上个星期 共青团中央的微博 忽然间向H&M打响了第一枪 就是翻了H&M的旧账 将他们在去年 针对不采用新疆棉的声明 拿出来再次重提 本来这件事 就已经没什么人记得 或者根本上没什么人知道 没什么人理 就是在去年发布这一篇声明的时候 得到他转发 拿出来再说 当然令到很多大陆的网民 都相当上心 究竟 这条微博是发挥着一个什么作用和角色呢? 华春莹就说 抵制H&M的行动 不是由官方推动 要求或指使 到底那条贴文 又如何来评价呢? 到底在做什么呢? 华春莹还说 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 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 其实在过去两三天 都已经很多人选择了 Nike那对减价促销的预售波鞋 有超过35万个网民在网上抢购 然后Nike又把线上的经验 放到线下的门店 减价促销 令到有大批的消费者 涌入门市里抢购数货 中国消费者已经做出了自主的选择了 至于那群小粉红就傻了 虽然他们所销的是山寨的Nike波鞋 他们所剪的可能都是山寨的Nike波鞋 但是这样就不划算了 山寨还是山寨都要钱买的 每个月一千元人民币 山寨货都要几十元 这样就没有了 所以叶柳就真是醒目了 叶柳的爱国是很廉价的 用把口外 他就说不再来到去 用这个Burberry 不再买这个Burberry 但是他没有说烧了它 可能他就一早已经看穿了 大陆那群小粉红的罢买洋货行动 是虚火了 现在叶柳一来 又可以赶得撤表钟 在加分的同时 另一方面 又洗到他那几条名贵颈巾得以保存 这些颈巾也拿了几千元一条 三条也起码两万三万元 起码三万元他也不要亏了 现在就不用亏了 放在家里的櫃子里 他凋毯一阵 等到风声没那么紧 又拿出来用可也 他又不会这么傻地拿出去扔 所以叶柳真是厉害了 这样来算得尽 当然大陆的消费者也不弱 真金白银地拿钱去惩罚这些洋品牌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台湾中央社会报道 Nike赞助了中国体坛的半壁江山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这个星期 大陆的体育界能够对于Nike这个品牌 保持着这么克制的情绪 可能就是这样 在上个星期 其实在微博上有很多的贴文 是由网民自主来寫出来的 因为华春莹说不是由官方所发动或指示 网民自主写了什么呢? 就是要求中国足协和中国蓝协 要马上跟Nike这个品牌割借 而这些贴文不是一把声音半把声音 而是在微博上得到了疯狂的转载 只不过在过去这几天以来 中国足协和中国蓝协 对于这场新疆棉风波 就保持着相当低调的态度 儘管在3月27号的时候 中国足球部的官方微博 曾经发表过一条贴文 就说自从新疆棉事件爆发以来 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筹备组高度关注 并且紧急就着这件事召开了内部会议 对于Nike在棉花原料选择上的 错误行经表达了谴责 这一条贴文一出了以后 其实很多小粉红马上冲血 亢奋起来 就认为有希望 就由官方来抵制Nike 谁不知这条贴文 很快就已经被撤回了 原来Nike在过去 长期赞助中国体坛 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 Nike就跟中超续约了10年 现金加上产品的赞助 达到30亿元人民币 而中国国家足球队在2015年的时候 亦都跟Nike签署了一份12年的合约 是价值10亿元人民币 在南球方面又怎样呢? 虽然Nike未是中国职男赞助商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 都跟中国南协签署了为期10年的赞助合约 金額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 而中国国家南球队 亦都是穿着Nike的球衣 对于中国体坛来说 Nike除了是金主以外 原来还有份协助来训练球员 因为Nike拥有了庞大的蓝球资源 中国要训练蓝球员 或者要跟NBA交流的时候 就要向Nike求助 除了足球蓝球以外 原来Nike跟中国田径协会 在去年1月 亦都是提前续约了12年 所以看到很多利益关系 背后判斤挫折 那些小粉红一句话就要求人家和Nike割席 这下割席 那个代价就金了 不要说什么违约金的东西 大哥 原来跟别人签约 就有这么丰厚的赞助费 我相信不是一炮过就付30亿 可能是分阶段来付 可能是逐年付 现在才刚刚签约 有些跟中超就在18年签约 跟田径协会就去年才签约 年年给他 怎样割席 你那些小粉红在网上 只懂得点赞 陈奕迅就是这样 他就表态表忠了 这些人都不见买他的产品 只是在网络上为陈奕迅 点赞的赞食 陈奕迅印出来吃 还是印出来给他老婆去买手袋 现在中国体坛 老实得多 既然Nike有份赞助那么多东西 他们就自然会做 你那些小粉红 根本上搞来搞去就变成了高级黑 人家是靠这个Nike来吃饭吃虎 你叫人家去谴责他 叫人家去跟Nike解约 怎样解约 你那些小粉红给他 是不是 这些东西是很现实的 鸡腿打人都牙脚丸 更何况别人亿亿的投放在中国体坛里 那些人都远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在接受彭博访问时 中国消费者针对H&M等等品牌 他用新疆棉衣展现出来的愤怒 最终将会消逝 但是企业可能都会面临着各种政治问题所带来的风险 该发生的事 有它发生就算了 保持低调 静待风波过去 然后就可以重新来过 因为中国用户是热爱欧洲产品和品牌 纺织品亦都一样 那么这个伍德克根本上就是 看穿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 就算放一件产品在他面前 Nike 也是卖五个水的 李灵牌也是卖五个水的 你说他买哪一件呢? 这些东西没得口硬的 因为消费的行为就是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真金白银拿钱出来的 口里面叫什么都是废的 因为口买口赔那些是很廉价的东西 一到你真金白银要付钱 就见真章了 李灵牌预售一对球鞋 有没有三十五万人就去买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